《生氣的靠近》 一起來欣賞 閉上眼睛總有一些面孔 一些片段附在心上 寂寞一夜如此寬 時間如此忙 忙等你和我都失去了判斷 贏了所有失去最初的夢 最愛的人最好時光 一切不能重來 靠近你就在今晚 感受彼此心中溫暖 能不能靠近我 就在今晚 不要再讓彼此遺憾 再見 好近你就在今晚 感受彼此心中溫暖 能不能靠近我 能不能靠近我 就在今晚 不要再讓彼此遺憾 在今晚 靠近你 靠近你 就在今晚 靠近你 感受彼此心中溫暖 在今晚 靠近我 就在今晚 靠近我 靠近我 謝謝 王沐浴 歡迎 好 聽完歌之後 我們請評審來做講評 薛忠銘老師請 你是不是很緊張啊 一點點 一點點啊 我覺得你應該是滿緊張的 聽你在唱歌感覺上 是有點緊張 不過我很喜歡你的聲音 其實你的聲音有點在 中音的位置上 是滿不錯的 然後你的聲音也比較 有一點點的厚度跟 有一點點帶有牙牙的 這種沙牙的聲音 還滿特別的 謝謝老師 你的優點在哪裡 就是第一個 聲音的特色很明顯 唱歌又有自己的 一些態度在裡面 然後 你把它唱得比較 稍微偏西洋一點的 那種風格在唱 一些偽心的技巧啊 是不是你也常常有 在外面唱很多 很多這個舞台的經驗 對 我比較喜歡唱英文歌 OK 但是這個歌 其實有幾個重點 你要了解到 因為你後面一直都在重複 在重複這個副歌嘛 一直在重複起來 所以它有三段式的情緒 所以每次都要 情緒不同的時候 就是你不能把 一開始就把很多的 技巧音放在進去 就是說你很多的尾音 要做一些表情啊 你花了太多的東西 在這上面了 第二個我覺得你唱歌其實 音準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 還有進來的拍子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好不好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王志平老師請 我覺得哈琳的歌 女生來唱的時候 有時候不一定要像他一樣 就這麼放 我覺得你在收的部分呢 你還需要有更多努力的空間 好的 而且我覺得滿有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的外形很好 其實你很可愛 笑起來 但是當你唱這個歌 很痛苦的時候 你的表情依然看起來很可愛 好像在笑 我覺得可能是你的眼睛的關係 好 我覺得它是一個正面的歌曲 OK 正面能量的歌曲 好 那我就期待 如果你繼續再唱的話 你就不要選那種很悲傷的歌 因為我們看起來就是 就是感覺很容易 我下次會酷一點的 還有就是我會覺得就是 你的歌聲音會 算是比較硬 所以你真的要學得怎麼放 譬如說靠近你 靠近我這個地方 比較高音的地方 是嗎 其他的感覺其實都不錯 然後你高音再能鬆一點唱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好的 謝謝老師 好 知道我們的遊戲規則 現在就只是跟90分比 對 你唱再高也不會做到第一名 但是唱第一個90分就離開了 就拜拜 好的 好 接下來我們要跟謝雨昕 第五名 因為挑戰第五名90分 他到底能不能高過他呢 王茉玉 靠近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首歌曲 可以得到幾分 是否能夠超過90 目前分數來到88 89 小數點繼續跑 3 4 5 還有沒有 6 7 8 繼續上升嗎 9 還有沒有 90 90.1 超過了 恭喜得到90.2分 挑戰成功 所以你現在要坐到 第五名的位置了